大家好,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。 现在已经过了农历十五,过了元宵之后,农历新年就结束了。 但是踏入了农年可以说是万事不利,甚至凶兆贫贫。 先不说那些灭门的惨案,光是火灾就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出现。 南京的住宅大火导致了十多人死亡。 刚刚在加木斯也出现了住宅大火,也导致了很多人伤亡。 天气方面也是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极端现象。 2月20日,湖北、河南、江苏等地方出现了雷打雪的天气。 在农历新年的前几天,有很多人驾车回家。 结果因为大规模的下雪,导致在高速公路上被困了几天。 正常来说,中国的北方会下雪,但是竟然连福建也在下雪。 都知道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。 而苏杭等地通常雪会下的比较少。 但是,在今年也出现了极端的严寒的天气。 踏入龙年,有很多反常的现象令人非常震惊。 不知道是不是出现天象示警。 因为除了雷打雪和雨雪冰冻之外,还有中国西南四省的火灾。 由贵州起,然后蔓延到云贵川。 几个地方全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山火。 一边是下大雪,一边是山火。 可以说是冰火五重天。 1月31日开始。 新年期间的春运迎来了高潮。 但是中国中部的多个省遭遇了15年来最强冬季雨雪的冰冻天气。 武汉作为交通枢纽。 是最严重的地方。 当地的机场流量只有正常的两成。 临时取消了468个航班。 提前取消的航班有60多个。 航班取消比例超过六成。 这次罕见的冰冻雨雪天气导致了湖北的高速出现大面积堵车。 据说当时有过百万的司机被堵在了几条高速公路上。 他们的物资严重短缺。 我们甚至担心会有大量的人饿死。 或者是冻死在车上。 连续几天下大雪。 车上哪里会有这么多的物资? 而且已经连续五年在正月出现了响惊雷。 正常的天气是惊折才会打雷。 但是在今年距离惊折还有15天。 有很多地方就已经开始打雷了。 人称雷打雪。 大陆没得提说。 在江苏、湖北、河南、安徽等省份出现了雷打雪的天气。 有居民说响里根本不带停。 就是没有停过。 像是轰炸机在不断地轰炸。 中国的天气网说。 从长江上游的重庆到中下游的湖北。 安徽。 再到临近河南的南部。 还有湖南和江西北部一带都出现了雷电。 湖北的长江日报也有报道。 湖北出现最强的雷电天气是在2月19日到20日。 总共监测到闪电6900多次。 这是十年来湖北2月份发生闪电最多的一次。 内地的励志新闻也有报道。 江苏的南京市在2月19到20日。 他们在12小时当中监测到发生的闪电次数是772次。 15小时之内是3000字。 很夸张。 连续不断的雷声搞得人心惶惶。 这些雷电真的很吓人。 基本上没有停过。 好像不断被轰炸机轰炸一样。 一边打雷一边下洞雨。 结果就出现了冰雹。 其实冰雹在英国经常都会有。 英国被人说成是一天四季。 早上的时候出太阳非常热。 之后就突然下雨。 然后下冰雹。 我曾经在避雨避租过一个玻璃房。 坐在里面喝茶。 结果突然下起了冰雹。 一颗一颗打下来。 而且体积还不小。 我真的很担心会把玻璃给砸穿。 之后又突然下起雪来。 下完雪之后太阳又出来了。 像夏天一样。 所以英国会出现一天四季。 我在中午吃完饭之后通常会习惯性地去跑步健身。 做一下运动。 因为太胖了。 结果回家的时候就吓起了冰雹。 那些冰雳一粒一粒地打下来。 打在了我的衣服上。 一开始我还搞不清楚状况。 后来发现地上有很多像塑料珠子一样的物体。 才发现原来是在下冰雹。 所以在英国有这种现象不奇怪。 欢迎听众们。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。 聚焦一款备数矩目的VPN Surfshark。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。 但真正的问题是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? 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。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。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。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同时保持高速连接。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?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。 不需要多个订阅,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。 安全至关重要。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,几乎无法破解。 而且最重要的是严格的无日之政策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。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?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,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,仅有5%的速度下降。 它是您快速下载,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。 但是现在在大陆有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个情况。 所以很不寻常。 追溯到过去几年。 2020年到2023年的正月。 这些地方都出现过惊雷。 还有雷打雪的天气。 今年原来已经是第五年了。 实际上在正月出现雷打雪是很典型的反常现象。 为什么? 因为在民间有些谚语。 叫做立春打雷。 十处猪篮九处空。 就是养的猪石头死了九头。 还有就是雷打东。 十个牛篮九个空。 正月雷生发。 大汉一百八。 正月雷。 遍地贼。 雷打雪。 人吃铁。 正月打雷。 遍地坟头。 正月打雷坟堆堆。 二月打雷青草灰。 三月打雷鼓堆堆。 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反常现象。 很多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汗。 人畜大量死亡。 坟墓堆积成山。 因为粮食短缺。 遍地盗贼。 简单来说就是民不聊生。 从新年开始。 贵州的贵阳。 遵义。 华杰。 金沙等第25个地方相继发生山火。 烧了很长时间。 从初一烧到现在已经烧了十多天了。 山火有如滔滔江水。 延绵不绝。 火场烧了两个台湾的面积。 而且已经蔓延到了云贵川。 就是云南。 广西和四川。 这次山火不是一两个山头。 而是大半个贵州都在烧。 真是麻烦大了。 很多人看到家园被烧成废墟。 嚎啕太哭。 二月份已经是暮冬时节。 春暖花开了。 但是新疆的部分地区下降到了零下52.3度。 打破了新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温。 本来这个温度是在1960年录的。 当时是最低51.5度。 现在被打破了。 是有史以来的最低温。 同时新疆也有出现暴雪。 阿勒泰布尔金县的积雪达到了两米。 深德除了姚明之外,没有人能把头冒出来。 出现了这么剧烈的极端天气。 那是不是天象是景? 当然一定不会是好事。 凡是有极端天气出现, 通常都代表了那一年不是好年。 尤其是农历年初。 历春之后出现这种情况。 那一年通常都会很麻烦。 很不寻常。 对上一次的龙年不算很严重。 但是再往前数。 四轮之前的龙年是1976年。 当年除了唐山大地震之外, 还死了三个人。 当时在中国民间觉得是死了三个领袖。 先是周恩来。 然后是朱德。 最后是毛泽东。 随后结束了十年的文革酷竭。 那我们的习近平主席会不会在今年就死亡? 结束他可耻的一生。 这样才有可能让中国人得到解脱。 否则还要继续倒霉下去。 会不会是这样? 还是天象玉势会更糟糕一点。 让他长命百岁。 中国人还要受多久的难? 没有人知道。 总之今年就不是一个好年。 无论怎么样, 人民一定是受苦。 所以我劝大家持行保态。 今年就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投资。 也不要胡乱买东西了。 最好是把钱留在身边傍身。 以备不时之需。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。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。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Patreon。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。 帮我们欣赏广告。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。 与我们互动。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。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